35岁男星高乙翔上月27日在浙江宁波录制节目《追我八十昏倒促世》 遗体2日在家人及女友的陪伴下底台 灵堂设于金宝轩 许多圈内好友都现身调演 今5日台北低温又下起大雨 下午同为时尚F4之一的好友蓝军天现身调演 神色相当哀伤 袁永林则回忆过去和高乙翔相处的点滴 坦言没能如约一起去滑雪最遗憾 蓝军天和高乙翔 丁春成 陈绍成被封为时尚F4 私下也有着好交情 高乙翔出事前几天 蓝军天才在IG贴出和赵孝说久久一句 听闻好友奏事噩耗更是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今日他穿着一身黑现身灵堂吊咽之友 简单慰问在场媒体大家辛苦了便直接进去 停留一个多小时后再度现身 神色难掩哀伤 问及汉高乙翔聊了些什么 蓝军天紧回应 该说的都跟他说了 便快闪离开 歌手袁永林随后也现身灵堂吊咽 受访时表示 虽然灵堂里的气氛很感伤 但好友们谈论的大都是以往和高乙翔相处的点点滴滴 至于自己跟高乙翔的回忆 袁永林坦言两人并非最亲近的好友 不过仍有许多珍贵回忆 像是一起打麻将 还笑说高乙翔的排忌比他好上许多 最遗憾的则是今年没能一起去滑雪 袁永林并感慨演艺圈过劳问题频传 不管是艺人或工作人员 因过劳导致身体出状况 或类似是故已非第一桩 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改善大环境 他在灵堂中也不断围高乙翔祷告 承诺会替他好好照顾家人 也相信高乙翔会一直活在大家心中 好 好 好 rum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